好了,所以呢,我們可以知道,大杜山這邊,森林要回復,主要呢,他只要防止了火燒,或者是防止人為的不當的開發,那森林在三年到五年,就可以很快的來回復,等一下我們繼續往前走,會看到大杜山這邊溪谷的樣子,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。 ,好瘦瘦